五七天報帶來金錢貝殼的故事 我是楊斯光 我們這幾天常常觀察的是 包括金融類股跟金融市場的變化 特別我們在這兩天 我們做過高收益在市場 這個風險偏好的改變 使得最近其實觀眾朋友注意到 台北股市感覺好像遇震乏力 每天都呈現開高走低的一個發展 我們今天要再回來做一個觀察 因為從中美的一個國債市場 目前利率又創新高 代表市場上出現一個大範圍的吃井 大範圍的錢荒嗎 那債券市場利率的彈高 那關鍵的轉折可能在於 長短千期債券的一個利差關係 所以我們等一下做個解讀 第一個是今天大陸的國債市場 再度出現一個大幅下跌變化 殖利率強彈 另外美國國債市場昨天晚上 短天期的國債市場 再度出現價格走低利率強彈的變化 所以中美都有錢荒嗎 我們就要從大陸今天公布的相關 不管是社會融資 信用貸款 還有包括了整個廣義貨幣的供給 來做一個觀察 後面段我們要特別介紹奇翼 後面你認識奇翼吧 愛迪生的公司 發明電燈泡的公司 奇翼電器在昨天股價 幾乎又要創金融海嘯以來的新地 特別是把它鼓勵給減半 其實在講到管理學當中 一定有人聽到六個標準差 這個六個標準差的管理 是當年奇翼最輝煌的CEO Wilch搵的 但Wilch當年的六個標準差 沒有想到 卻替這過去二十年的奇翼 留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苦果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說 今天奇翼的下場 就是明天美國的未來 為什麼這樣說 要從奇翼的公司治理 還有代理制度 還有它的鼓勵分紅 跟相關的政策 我們看到一代美國最強的 金融製造業強烈的產業 的製造業公司奇翼電器 為什麼今天會落到 股價崩盤的下場 所以我們看奇翼 今天的奇翼 明天美國 好 我們請到三位來賓 第一位請教的是 資生費師 葉俊敏 好 第二位請教我們 資生財系記者 丁萬民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的 知名主持人 大K 曾萬文 五七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